白羊座八月下旬到九月上学 这次水泥泥在你们心盘的六宫 重点影响两方面 一个是工作一个是健康 现在呢正有堆积如山的工作 等着你们去做 就是你们没有办法 随便选哪一样白羊座都干不完 那就只好干一样试一样 别太有心的一些想法 等九月下旬再去想 星星呢九月四日在武功恢复顺行 首先失业读书方面 九月一部分旧的工作和新的任务 会在白羊座的生活当中去交叠 那么行运看呢 白羊座要优先新的事情 把新的事情做好 先应急 旧的工作呢 见缝插针的去做 进度节奏呢 肯定比你们原本的计划要慢一点 但是持续的做 总能一键一键完成 就怕白羊座这个时候 觉得努力也完不成 达不到新周的目标 就没了动力 特别是中旬啊 上旬因为任务多 没得选啊 必须要干 那么月末呢 又有新项目进来 积极性会开始提高 九月中旬这十天啊 因为努力一时看不见 明显的一个改变 白羊座容易失去意义和目标感 那么千万要让自己撑住了啊 等到月末 这十天 二十日到二十四日以后 就能看见新的希望了 奋奋斗的目标 在这个时候可以去达成 那九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左右以后呢 开始会有一个新的 真正意义的大清理 大清扫 工作速度会迅速的提升上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呢 去开启一些新的项目 或者是旧项目有一些新进展啊 也因为你们的能力这个时候提高了 部分的白羊座 也可以安排自己出去玩 所以呢 忙大半个月左右啊 也不是大半个月啦 八月已经开始忙了 那九月是更忙碌 但是仍然需要踏实的 把该交付的东西交付出去 白羊座九月末才能够切换到一种新的状态 找工作和考学的白羊座 这是一个黄金的一个月 遍地是机会 只要你谦卑有礼啊 肯低下高耳的头 把握住 努力就能够定下工作 出很不错的成绩 部分的白羊座也有过去的同时关系 可能会找回来 而九月所有的努力呢 都会成为白羊座下一步的一个跳板 贵人会在九月下旬到十月来临 其实呢 九月白羊座就能在工作当中获得一定的认可 不过更大的一个加强会在后面 就这个时候贵人可能会收一收 不会那么明显的可能表扬你们 今年末甚至是明年那个时间 才是白羊座收获的时间 所以现在觉得辛苦的白羊座辛苦是对的 是你们该受的苦 其实并没有不公平 如果有他人挑剔指责 也是有原因的啊 那就可以把自己没有做好的部分 一点点去分析完善 做到让他人无话可说 进步获利的终将是白羊座自己 如果你们感觉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就更加不用担心了 后面会有更大的回报 长期呢来看你们 非但不会被亏待 而且会被重用啊 眷顾和优待 九月末十月呢 是有机会跨过那个坎 站在一个新的地方去出发的 整体呢 九月上去白羊座物有太大的一个变动和创新 安部就班按时完工就已经很棒了 下旬起码要等到十九日以后那个礼拜 一部分的事情可以告一个段落啊 再后面可以有一些新的念头 换工作啦 新的项目也可以启动啊 会更顺一些 适合白羊座读书用功的时间 是每天夜晚的六点左右到半夜一点 这段时间你们是不是有效利用 决定了九月你们的工作考学是否顺利 另外呢要注意健康 免疫系统啦 比如说过敏啊 腐肿啊 腹胖啊等等 别超过一点税啊 当然水利所有的星座都受影响了 像交通出行 电子产品 物流运输 沟通交流 医师疏忽等等 白羊座也是需要留心的 感谢人气和财运方面呢 仅仅九月四日恢复顺行在桃花宫 白羊座的人气又再次回来了 可能也会有一个小高峰 特别容易遇到那种小迷妹啊 小迷弟啊 这种崇拜者 因为白羊座的某项业务能力 或者是不卑不抗的某种气质而被吸引 如果是工作的话 就会对应到对方可能会下单买单 那遇到对象的话是那种务实的 有生活经验 但是又有浪漫细胞的那种 不会很无聊 说不定还能够成为白羊座工作的帮手 和你们有日常交集 或者是共同形成这样的一个对象 可以留意一下 有伴侣的白羊座呢 因为工作多 自然会顾不上对方 沟通会变少 非必要的话 就懒得去说 懒得去做 那白羊座会希望这个时候更照顾好自己 部分的白羊座会对伴侣的不联络 冷淡心有不满 不一定会说出来 但是暗暗会拿小本本记上 但是仍然群心从六宫向七宫移动 这个时候主动的对身边的家人 或者伴侣多表示出一些关心会更好 因为他们也许是自己的某种后盾力量 下许月末的整体感情沟通会变多 交流互动也顺畅起来 也有机会去约会见面 财运方面白羊座近期花销会增大 可能生日的朋友啊 各类活动啊挺多的 自己也很想买啊 那么近账方面可重点留意 原本就持续给自己营收的一些项目和工作 就是原本给白羊座带来挺不错收入的 那九月还是要靠他们 新的财呢 这个时候也会有 但是就是那种突然来一笔 可是有的时候很努力也没有 就是不太稳定 也会让白羊座的心情忽上忽下的 因此还是要抓着自己的老本行 这是你们可估算自己的保本 或者说月收录的一个基准 新财录呢 是有点要看人的一个心情和脸色的 那美容方面呢 虽然有水泥 但是四日精心恢复顺行之后 白羊座大方向是可做调整的 只要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恢复 不过新作不对应个人啦 个人情况还是要以星盘为准 谨慎一点 那又祝所有白羊座 九月所有的任务值 告清六条不稳 循序渐进 好运啦 我是艾达范老师 用心做的心理学 一起更好的规划生活 我们下期见 拜拜 金牛座近期的主题 围绕前任回来 既对应可能就请人回找 也对应过去的任务又重新回来了 过去的体重又重新回来了 过去金牛座做出的承诺 这个时候有人回来追问 答应的有没有做到 如果没有做到 可能就会被追责等等 那这个影响呢 早一点从七月末 进行逆行就已经开始 晚一点的话 就是八月中旬或者是八月二十四日 水星例行开始 金牛座会感受到 又沉重 好像又推不太动 有一种对未来去向的茫然感 或者说心情上上下下的 不过整体呢 金牛座的运一直 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不能看个别月份 还是算走到了一个转运点的 那么金牛座现在 其实是面临一个开端 新的起点 但不如希望的那么顺 可能在一个点反复的调整徘徊 就是越不到下一个新的点 上去的一个感觉 那九月就是要越上去了 经过短暂的停滞 甚至是退步 终于要放开手脚干了 那放下这些思想包袱去做 反而会让你们的一些优势被看到 从而受到某种瞩目和重用 因此呢 金牛座九月要特别注意自己的 做西规律 能帮你们平衡情绪和深信的疲惫 不然无法称职的应对 马上要到来的高强度的任务 越到九月中下去 工作越繁重 现在有些东西 金牛座还能够躲一躲 歇一歇 停一停 二十三月二十四日以后 十月加班进度 要直接拉满 把自己当工具人士 没有好的体力和好的休息 你会吃不消的 但是呢 也是你们愿意尝试去做的事情 是为自己而干 所以呢 做起来也特别有意义 因此就要做好准备啊 九月就要开始有意识地去补充能量啊 九月四日五日精心恢复顺行之后 也能够帮助金牛座更好的约束自己 不要过度饮食 失业消 维持好自己的健康 也有机会去接触 这种按一按啊 矫正啊 咯咯咯的啊 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得到一种放松的一个方式 另一方面的准备呢 就是内心还装着了一些负担 比如说装着一些过去的工作 过去的事情 能做多少 做多少 前面越早完成 你们就能够彻底开启一个新的计划 家居环境或者办公环境近期呢 也有某种程度的一个改善 比如说搬家 装修 换房间 换地方 或者你们做大扫除 也是有可能的 总之会是更舒适的一个空间 那这时搬家的金牛座 往往也能够搬去一个更望你们的房子 这种改善呢 也可能会体验在团队 公司 家庭的内部 可能会有些小贵人 能够帮助金牛座减轻负担 可能之前这些人也不错 也有帮忙 只不过不是那么顺畅 但是接下来会感觉更好 更给力 那工作读书方面呢 金牛座的创造力不再受限 迸发出巨大的一个创作 创新的能量 你知道人有时候是一个很奇怪的物种啊 在经历了不如预期的低迷命性之后 因为他人对自己也没有抱这么大希望了 自己对自己的希望值也下降了 反而这个时候才华和实力迸发出来了 29日天王星逆行 9月5日木星逆行之后 金牛座就这种状态 干劲也起来了 慢慢找回了自己更适应的一个节奏 去努力奋斗 那金牛座一直在寻觅的新的角色 这个时候也会悦然之上 找工作或者正在推进项目运作的金牛座 在9月18日到22日左右 会有机会往一个新方向去迈 23日24日以后 能够获得实质的认可和回报 或者定下来 所以9月末到10月 也是有利于金牛座定下新工作 或者生活有一个新开始的时间 适合读书用工的时间 是每天的中午11点到晚上的这个时间 有12小时的时间 所以不要荒废 这个时候学的东西也能够立马用上的 那爱情人这方面呢 这词水星逆行在金牛座的恋爱子女工 金星又在四宫恢复盛情 所以前任很容易逆回来 或者是想起一些过往的恋情 单身的金牛座这个时候 渴望爱的心思也会会平时更强烈 不过呢 更容易停留在想法 或者是旧关系 而没有采取新的改变行动 新的人出现的时间 也可能比较短啊 如果这个时候不抑制自己 那么关系是有机会破冰的 如果抑制自己很理性自私扛 那转瞬这个人可能就溜走了 中旬14日到17日呢 一些感情的一些真相 才能够明朗 所以金牛座更适合等到那个时候 再做感情的决定 有人可能会公开恋情 婚训告白 也有人会断舍你 把过去彻底舍弃 公开表露对感情的一个态度 所以呢 金牛座经过这次水秘在爱中 变得更勇敢高调 承认个人的追求 有半年金牛座九月的家庭关系 会有望更和谐 纯双路对着去出席一些活动 或者在什么上面有你们俩共同的属于 私下相处也逐渐和谐 只要别揪着过去不放 感情关系是不错的 如果有什么困难 家人或者是亲密的伙伴 是金牛座九月的贵人 可以大胆的去相信他们 虽然可能金牛座说的事情 他们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 但是终将接纳 并且继续帮助你们 健康和财运方面的受水泥影响 金牛座也需要注意 像交通出行 电子产品 物流运输 遗失损失 沟通交流 健康等问题 外上也要小心啊 避免跌了 摔了 扭了 烫了 或者是流血啊 减脂的话就要戒掉 多喝水就能受不少 精神状态也会变好 财运方面 金牛座之前的目标 可能定的有点高 现在可以借机调回来一点 重新做一番财务规划 一些漏洞呢 给他补击 那么支出方面 金牛座近期容易给家人 宠物去花销买东西 还有房屋搬迁 公司有关的一些开支 暴饮暴食也容易花不少 不过你们花的还挺开心的 有种赚收入 就是为了想花的时候 能够避养花的快乐满足感 财富的大幅提升呢 要靠你们现在 在接触的一个新项目 做得怎么样啊 那9月下旬到10月 应该就能看到一些美目了 因为那个是金牛座 财运的上升期 如果项目没有选错 内容产品没有做错的话 那个时候应该会看到 收益的一个提升 美容方面的9月19日以后 大方向可以做调整 当然星座不对应个人啦 个人具体情况 要以星盘为准 谨慎一点 那要祝所有的金牛座 9月逆风翻盘 好运啦 我是艾达帆老师 用星座和心理学 一起更好的规划生活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因为7月末8月初呢 金星就逆行在你们的工位了 冥王星四分 南北交市在八宫 8月24日呢 守护星水星又逆了 影响了从中庆 部分双座就感受到了 所以双座近期的生活 围绕两个字 结束和纠纷 比如说一些状态会结束 像爱情可能结束了 分手了 工作要么就是你们自己放弃 要不然就是被辞退 或者说被拒绝 那如果是和平的结束 其实都还好 可是这次水泥难就难在 容易有一些纠纷和意外 是需要注意的 因为八宫是跟这种资金损失 官非 纠纷 坑 意外 健康状况 等等有关的工位 那么情况何时会好转呢 9月3日 冥王星出下位 4日精心恢复 顺行以后 双座总算是这业简单 可以慢慢度过了 一些事情可以通过 再次的沟通协商去处理 跟水星和三宫有关的 物流运输啊 电子产品啊 沟通交流啊 初心考学的突发状况 也能够被有效的处理 因此呢 双座的9月的核心 就是在处理这两个字 能够在较短的时间之内 集中性的把 滞留很久的一些问题 逐一去处理它 尤其是内部的整顿 比如说项目内部 团队公司内部 那部分的双座 也会在这个期间 收拾整理自己的身心状态 就是自己内心的内部 去整理家里 那9月23日 24日以后 这波整理就差不多了 婴儿能够展开一些 新的项目 新的计划了 体重的控制力也会增强 减脂运动 在这个时候可以展开 8月到9月呢 应该很多的双座 都会面临换工作 之前的工作可能做不下去了 那么从找工作来看 9月末以后 到10月机会会更多 更好 前面也不是找不着 但是后面的工作 你会更甘愿去做 之前找的工作 可能只是一份安心 那么在原职场的双座 受到水泥的影响 当然是要调节好 自己的情绪 没事别瞎折腾 一定要乐观 有些是需要时间的 你们可能很着急 渴望做出一番成绩 有一个好的工作 但是越努力 越发现不对劲 有双座会说 那老师我什么时候 能够变好呢 不瞎变的时候就变好了 有的时候稍微等一等 原地坚持一段时间 事情就自然会 往好的方向去走 它需要一个等时机 那9月职场如果有事情 还是要多跟同事朋友 去讨论 切记盲目凭感觉 这个时候感觉不准 什么时候双座的感觉 能够变准呢 9月下去 9月18日到22日以后 你们可以多相信一点 自己内心的感觉 部分的双座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 开始可能会经手 一个新的工作任务 那要去接纳更多的 各方的意见 包容各方的声音 兼听则明 偏信则爱嘛 而且呢 双座这个时候 要去找身边 比较坚持原则 也比较高昂 心态比较乐观的人 比较稳的人 会是你们的贵人 能帮助你们这个时候 坚定一些对的方向 因为金星这个时候 在三宫 太阳在四宫 双座自己现在心里 很没底 或者是很不安 很焦躁 很煎熬 那很容易因为恐惧 做出一些选择 那这个时候大多会后悔 所以呢 很需要那种 相对来说 比较强势的人 给你们正义正常 可以去找一找 那群星在你们 心盘的第一端 也代表这个时候 不要希望 天塔砸一个 更好的馅饼 或者砸一下 更好的机遇 不要想到说 换一个更好 换了其实这个时候 差不多 而要相信现在 目前所接触到的 力量和群体 是足够的 就是能用则能 要把它们用起来 也要对自己 更有信心 那后面更好的资源 就会被自己创造出来 就是在九月底 十月的时候看到 或者呢 也有机会 因为原本 这段时间工作 做得好被赏失 在新的领域尝试之后 发现做得很不错 有进步 所以呢 贵人来自于 自己之前 或者说这段时间的 一个选择和努力 读书方面呢 九月精心在 三工读书工 恢复顺行 对考学肯定是好消息了 记忆力表达力 都会变好很多 至少会恢复啊 不过也需要双重座 打破过往的 一个认知经验 也许你们会听到 很不一样的内容啊 足以让你们 丢到过去的所学 去重塑自己的知识体系 而这次的重塑 是更加登峰造极的 因为目前都是在十二工 之前可能只是 知道或者记住 这次有机会 真正的把这些知识 吸纳进去 更适合用工读书的时间 是一日之际 在一晨 中午十二点之前 可以把重要的任务 安排在早晨 早起 那么感情人际和财运方面呢 爱情行星 精心的一个顺行 火星8月28日 进入恋爱宫 自然会带来新的社交 新的人性环境 那双子座新恋情 发生的几率很高 只要自己心里 不拧巴 不纠结过去 那么可能 新旧对象 更替的一个时间 会很短 当然发展成朋友 也是不错的 这个时候结交的 都是能够帮到 双子座自己的人 有伴侣的双子座呢 近期荣业和家人伴侣 争吵 或者是因为孩子啊 读书啊 房子啊 抚养啊等等 这些事情意见不合 内在的状况挺多的 也包括已经分了的 离了的啊 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 重新找回来 需要你们去处理 那么一些远离的人士 可能又以某种形式 离你们的生活很近啊 这都是因为 水蜜的一个关系 所以很讨厌 你们的一个心态 那么水蜜在家庭公卫呢 也不建议有事情 请第三方家人帮忙 朋友会是这个时候 更有利益 更可用的一些资源 找工作啊 感情的问题 家庭子女的问题 都可以想想 有哪个朋友能够用 翻翻通信物啊 说不定能够有 这样的一些选择 那美容方面呢 大方像9月19日 到27日都是可做的 当然新作不对应个人 个人具体的情况 还是要以新盘为准 谨慎一点 财业方面呢 破财的一个状态 会有转好 同时呢 生活日常的账单 这个时候还是要缴的 为自己 为家人 有种不得不花的感觉 但是不是破财 只是这个时候 花效的地方有点多 就是一些小钱 那近账方面呢 部分双子座 可能会有一些款项 来来回 但是就没有办法 确定结果 那在9月末这10天 到10月啊 会迎来一些新的消息 也可以期待一下 那要祝所有双子座 9月和平心态 乐观情绪 好运啦 我是艾达凡老师 用心做个心理学 一起更好的规划生活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区蟹座这次 8月24日 到9月15日的水逆呢 因为叠加了 7月末到8月初的 一个经历 你们的生活 其实都是在 围绕着财务的问题 人际协调的问题 以及某种冲撞 冲突去展开的 这次呢 水逆影响范围 包括考学 资金的损失 身体比如说 发炎啊 发伤啊 身体这里痛 坏遗失等等 在水逆期 巨蟹座都需要谨慎啊 也比较容易奔来 跑去各种 突如的行程 但是也有好消息啊 首先工作读书 财运方面 终于不用再破财了 9月4日呢 精心恢复顺行 14日到17日 水星恢复顺行之后 巨蟹座的经济收入 会提升啊 工作机会增多 旧的能力和旧的知识啊 都会活学活用 所以呢 也许巨蟹座 九月坏了份工作 但是其实也是 原本就会的一些本领 稍微增加一点 新的思维 新的花样 你们发现 真的效果不一样 可能这个时候 路子就宽了啊 客户变多了 销路变好了 投的一些简历 也能够增多了 别人很吃这一套 因此呢 这一座九月要注重 去建立一些评估的档案 意思是 要留心他人的反馈和评议啊 要对工作和财 要有企图心 因为是有个时候 财运上来了 读书呢 过去会的东西 这个时候可能会派上用场 九月也能够从 跟他人的一些学和交流当中 获得利前途 利考试 利增加收入的 实用的信息 也可能会报班上课 这个时候也很合适 考的证啊 学的东西都比较有用 有一些甚至能够立马变现 让你们多一份收入的 当然也要小心货从口出 因为沟通不畅 或者是笔头出错到 是工作受阻 或者是蒙受损失 包括之前的一些错误 水秘这个时候 问题可能就冒出来了 需要你们重新面对去处置 那么三公也跟同学啊 朋友啊 兄弟姐妹 轴礼 联金 同事这一类人际关系有关 所以可能有这些相关的 关系互动和形成 比如说他们有没有 给巨蟹座惹麻烦 或者是是不是有同学聚会 兄弟结婚等等场合要去 九月巨蟹座 跟周围人的一些 联动联络会增多啊 那工作当中呢 除非是换工作 在原职场的巨蟹座 要避免被人蛊惑 或者是POA 尽量都跟一些干净的 简单的 传统的圈子去拷拢 或者是精心二工 也可以独善其身 坚持原则和原本的 做法和产品 群心都在腻 勿轻易的变更 等后面两个院 再去更花会更好 意思是要么 彻底换工作换岗 或者是外派 派遣培训 九月巨这个时候 也有这个运 要么呢 就要在原岗位 坚持老路子 随机应变一点就好了 那读书方面呢 上询需要面对 一些错误和教训 或者是新环境的 一种不适应 下询呢 擦干后悔情绪 重新的沉淀出发 有改变阅读 做题方式的机会 也有在新的地方 去安家立窝的 这样一个机会 让自己心境平和下来 更适合读书的时间 是每天上午的 十点到下午四五点 可以把重要的工作 安排在这个时候 感谢人这方面 虽然你们会 遇见新的对象 单身的巨蟹座 却比过往更加谨慎保守 会评估对方的条件 是否值得投入付出 你们不想再 为了结束诞生而恋爱 而希望下一段 能够建立长久稳定的关系 除非巨蟹座 很确定对方各方面都很在 否则这次暧昧期会比较长 九月不会轻易的定下来 暧昧对象呢 多多少少 还是跟自己的工作任务啊 老同学老朋友 这种身边的关系有关的 那有伴侣的巨蟹座呢 要么就是有一些 异地的情况 或者是联络少 要不然呢 就是说话不对付啊 对方没有及时的一个回应啊 巨蟹座的无名火 就拱上来了 因为这个时候 对内对外的事情 其实都蛮多的 本来巨蟹座的一个 内在的一个承受力就很大 身边人再不支持 再出状况 心态就很容易崩 特别是中下去 所以刚刚说的 不要被身边人干扰 也对应到要避免公私不分 要有分寸和边界 如果身边人没有做到 要提醒 美容方面的大方向 这个月其实都不太适合 懂得十月再说 那要祝所有巨蟹座九月 珍惜所有 每天一杯小确幸 好硬啦 我是艾达范老师 用星座的心理学 一起更好的规划生活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试日座九月 因为土星逆行在你们的 财工和土海形成的对峙 所以呢 势必是会面临一些 关于取舍的问题 因为这个时候 有新情况出现 并且呢 这个情况有点难缠 跟原来的估计不一样 特别呢 容易导致在财啊 感情啊 身体方面的一些 损失和状况 那就需要考虑 要不要舍啊 或者某种断舍离啊 更换更替 到一个新的方向 新的方案 或者有新的生活 这个时候需要是 做更多的沉下心 来耐心的思考对策 因为这是攸关 个人利益的 比如说跟这种还款 是讨要什么说法 避免自己损失破财啊 等等 当然因为在损益期 所以所有新作 都需要注意的 像交通出行 物流运输 电子产品啊 遗失损失 还有健康啊 等等这些方面 试作当然也是需要去注意的 在8月24日到9月15日期间 可能有时试作 8月中旬 甚至7月底 8月初就已经开始 感受到这波影响了 那整体9月呢 试作的观点 只在维权维持和维稳 首先事业读书方面呢 试作原本做了一些事情 原本定号怎么样去计划 怎么样做 这个时候就得换一个路径 换一个方案去进行 要变一个路子 但是呢 原本的工作 这个时候也不能干物 所以部分的试作呢 也会边继续 手头的一些工作 边寻找一些新的工作机会啦 或者是掉岗机会啦 那么从行运来看呢 9月上旬和下旬 都有不错的入职 定工作的一些机遇 所以除了中旬的10天以外 有想要工作变动的试作 可以抓住这波机会 9月4日后 今天在你们金盘的 一工会不顺行 这代表自我否定 甚至自我贬值的情形会好转 不同的试作呢 心盘不同 所以对应的情况有很多种啊 比如说之前经历的时候 遇人不熟 档次不行 而顺行之后呢 试作接触的人会更有价值 更值得去结识交往 或者呢 出现的人 对方更认可自己的价值 也就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 比如说薪酬更好 或者是预见好客户的几率会更大 还有呢 你们可能也有给自己充电 学点新知识 增本领的想法 学赚财理财 或者学能够赚财增收的一些课 如果现在遇到一些纠纷麻烦啊 终许15月到21日左右 是特别需要加强警局 勿轻信也勿轻言 勿做出承诺 签订一些重大的契约 比如说签一些店铺等等 这期间 前期的一些纷争和危机 容易堆积到一个暴点 那么等到下旬的 起码20日之后啊 或者是没有什么着急 再等两天 22日23日以后 新运开始转好 那转环的机会到来 一些事可以往一些新方向去运作 才也可以流动起来 那财运方面呢 事事座会反思 后悔过去的一些财务的决定啊 因为事事座的问题 是在于说不太算计 赚财能力其实挺强的 但手财能力弱 很容易因为各种理由 被说服去花财啊 财破出去 但接下来会变得精算 会评估这笔该不该花 这个人对我好 是不是想要从我身上 捞一些金币 或者捞什么东西 这其实是一些好事 所以是水秘也会让事事座 学到了怎么样更好的 去做资源分配 怎么样更好看待自己的价值 财务怎么样分 感情怎么样分 分配给谁 健康怎么样分配 这都是你们近期 会思考的一些议题 所以赚钱的欲望会变强 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个机会 能够让你们证明 自己的财务的眼光 也就是有些新的 赚财的路子进来 对于创业做生意 或者面临大额 资金进出的失作 9月首先好消息是 一些人员和项目 可以稳定下来 因为冥王星9月3日 就出困难相位了 支出不会那么不可控 不再是基于一些焦虑 而乱头 盲目的跟风 模仿盲目的换赛道 觉得这也能做 那个也简单 结果哪一个都没有学好 哪一个都没有做好 而接下来会重新 找回自身的优势 会回归一种踏实 那考学的事做呢 火星8月底到三宫了 首先要肯定你们 读书求知欲望会提升 对自身的要求也会提高 这就已经超过了 大多数人了 那么北交点在九宫 涂海在八宫 想要有更大的一个突破 就要学一点更难的知识 比起反复的一些训练 无脑的训练 当前更需要 武装自己的头脑 往脑袋里再装一点 更了不起的知识内容 才能够有更大的一个突破 所以九月呢 每天都要有固定的时间 去固定的产出 拿出来学课啊 拿出来阅读啊 那么功难点就能够攀高峰 想要去赚更多收入 或者是有更高薪的前途 这时候就要去踏实地学 赚一些更强的内容 懂了没 要投资自己 那感谢人家方面呢 九月整体不错啊 首先烂桃花会减少 主动接触新人的积极性变高了 尽管上去是有水逆的 但是不影响桃花运转好 各类的场合 试作都会冲在前面啊 被别人去留意到 被别人去喜欢到 收到告白 收到示好 这个都是很有几率的 那群心集中在一项前 这个行运也在鼓励试作 多接触不同的一些对象 了解谁跟自己更合拍 谁更适合去稳定交往 因为当中呢 有烂桃花 也有好桃花 直到今年年底 十二月底 都无需着急去确定一个关系 多多的去约会啊 去了解爱情的规则 爱情的步骤 不同的爱是什么模样的 可能有些爱会颠覆自己原来的认知 恋爱这件事也需要上过课 你们才能够心甘情愿的 选定一个人在一起 而那个人才是对的人 那有伴侣的试制作 近期要减少患得患失啊 这个时候会在意 对方是否按照自己 所希望的模样来爱自己 那占有欲会升高 一有不对劲的地方 可能就会猜想很多 对感情比较执着 那行运看呢 精心重新顺行 一攻 试制作需要对自己有自信 他人眼中的 你们这个时候是很有魅力的 是很好的 因此你们也要知道自己足够好 不用去怀疑 为什么他会喜欢自己 部分试制作可能会面临一些流程 走流程 比如说婚庆 或者说分离的有关的流程 那日水二宫也需要借急借躁 花更多时间才能够让自己 吃更少的一个亏在感情方面 那美容方面呢 9月4日精心恢复顺行 一直到13日左右 是试制作比较黄金的一个调整期 当然星座不对应个人啦 具体的还是要以个人心盘为准 要谨慎一点 那有助所有的试制作 9月精功精德确立地点 稳步推进 好一拉 我是艾娜范老师 用星座和心理学 一起更好地把握生活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处女座尽管近期有水泥 但是人生较大的一个变动 也已经正在进行时了 这次水泥呢 是从8月24日 持续到9月15日 影响从7月底8月初 以及8月中旬起 可能不同的处女座 都会有感觉 那因为是腻在你们的一宫 一宫是代表自身 那就是腻在自己身上了 那么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一种是身体消耗可能变大 腻是腻在身体 当下可能要做的一些事情 比较麻烦 或者是易损 好折腾自己 就会比较劳累 那还有一种呢 是腻在人际 比如说他人容易误会 处女座所说的话 日水这个时候 都已经进入一宫了 处女座会变得强势 对工作很有自己的想法 和企图心 对于自己生活当中的大小事件 也会有自己的决断 就会显得好像 有点不太好相处 显得好像比较自我 使得他人对你们有点意见 所以这段期间 跟他人沟通的时候 尽量多一点耐心 多确认几遍 还有一种是你在财 这个时候支出会变大 财破出去 当然了 一部分可能能够 通过报销回来 但是还有一部分 是自己破出去的 所以这段时间 在刚刚这个方面 还有像交通出行 物流运输 电子产品 沟通交流 丢失损耗 等等方面 都是处女座需要警惕的 毕竟水星是你们的守护星 感受可能会比其他星座 更强烈一些 不过除去水星呢 其他的星体 也是有积极正向的影响 首先事业读书方面 速度很快 近期感觉时间不够用 或者会乘坐 很快速的交通工具 从一个地方 到另外一个地方 9月是展示 你们身价的好时候 有跟这种异地啊 海外啊 互联网啊 远程啊 教育啊 学啊等方面的一些机会 比如出差 吊岗 跨界 转专业 转领域等等 那之前考虑往新方向 转的处女座 其实迎来了 重新定价的机遇 比如说这个时候 换了一个工作 或者是岗位 评留的职称 身份跟过去有了变化 是更受人尊重的新身份 更获得利益的新身份 所以呢 这个月是处女座 身份变化的开端 这几个月好好干 明年会是很了不起的年份 所谓登高望远说的 就是明年的处女座 那9月4日呢 精心恢复顺行 也会让处女座舍计 对过去没有弄好 没有做完的一些任务的执念 往回看是没有意义的 要翻篇啊 过去的人 过去的关系 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 整个9月的主轴 都已经是未来未来未来 你们要看到这个信号 让自己的财 自己的爱情 破烂到9月3日为止 以后不会再破烂了 接下来就要努力的 去把它转过来 把自己的人生 转向一个新的方向 把所有的遗憾留在过去 把所有的开创留在未来 读书方面呢 会更科学的 制定自己的计划 安排时间 目标感很强 野心也很高 想要去够一个 对当前的自己来说 稍微有点高冷的目标 或者是 甚至是曾经失败过的目标 但这其实是很棒的 我们说 就是给了我们 从新的一个起点 无论这个起点 是高还是低 无所谓 去从这个起点 畅向未来 自己新目标的一个可能 所以加油吧 处女座 那爱情桃花方面呢 处女座的桃花不少 但是受到水密 和惊心的一个影响 烂桃花居多 无法在现实当中 实现的爱情比较多 比如说暗恋 他人被你们的气质吸引 或者你们被某个人吸引 以及像这种异地恋情 网络邂逅 但是长远看 可能都没有太 在现实中发展的可能 还有像露水情缘 以及过去的人逆回来 但是一些问题始终还在 或者说对方已经有对象了 所以这个时候要擦亮眼睛 多核实对方的背景 爱情呢 9月不适合定下来 等到9月23日以后 如果还非常坚定地 想要跟对方在一起 那可以考虑再交往 那个时候 行业也趋于稳定了 那有半个月处女座 这个时候受到水密的冲击 反而会变得过绝 过去呢 本来就有些咯咯哒哒 不太舒服的一些关系啊 就容易有分开 或者是公开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以前可能大家觉得 你们都挺好的 但突然间发现你们分了 或者过去没有觉得你们在一起 但是你们俩突然间官宣了这种 那希望关系稳定的处女座 其实也有办法 就是拉开距离 比如说躲出去了 异地啊 或者一起去旅游啊等等 反而关系更好 矛盾可以有所转移 也有部分的处女座 可能会面对装修啊 搬家啊等等有关的一些事情 财运方面呢 9月下旬财运开始好转啊 不再出去的那么没有数了 财务的规划也变得开始可控啊 也开始有一些财的累积 也可能开始理财记账 所以谈工作 谈家薪 谈薪资 谈款项都可以放在下训 19日到27日左右去定 这个时候会有暗中的力量 去帮助你们去推动事情 往更有力的方向发展 美容呢 整体这个月相位都不太有利 可以再等等 下个月再说谨慎一点 那要祝所有的处女座 水逆推散 9月定标起航 科学谋划 好运了 我是艾达范老师 用星座的心理学 一起更好的把握生活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天秤座太阳已经进到12公文 你们需要好好休息 水星在8月24日到9月中旬 也是在逆行这个位置 所以呢 可能部分的天秤座 8月中旬起就睡眠啦 精神啊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9月呢 整体有不少的好消息 当然也有水逆的注意事项 首先水逆期呢 所有的星座 均需要注意沟通不畅 交通出行 物流运输 丢失损失 电子产品等方面 那么天秤座也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好消息是 首先事业读书方面 天秤座的守护星 金星9月4日在11公回复顺行 火星呢 也在8月28日进入到一公了 所以一些失控的事态 天秤座可以凭借自己的 主动性和强势的一个推进 以及联合各方的协调 运用超高的一些社交手腕 把事情争取到 对自己很有利的一个局面 也可能会接触到 身心灵冥想等领域 借助这些力量去帮助自己 身体方面呢 可能会用我们传统的一些 一类来调理啊 这个词不能说啊 你们懂就好了 就是熬的那种啊 以及用那些材料 去做的一些汤浴啊 或者是足部的一些泡啊 就都会对你们健康有好处 生活呢 整体进入一个繁忙的周期 要求天秤座造起来 秀起来啊 会受到很多的瞩目 会有出风头 以及领导众人的机会 当然因为受到水泥的影响 这是外界环境 对天秤座的要求也过多 有一些也不太合理 让你们有些无力啊 那需要你们可能善后 或者是做一些调整 但是基本上 天秤座都能够接住啊 并且会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 在这个基础上去做一些转变 你们现在有一个大的目标 或者是重担是在身上的 也因此呢 对自己的生活 是更积极更努力的投入 所以我不想提醒天秤座 9月用功 因为你们一定会用功 一定会努力 但我想提醒你们 注意体力的分配 注意休息 也别所有的任务都接过来 把自己弄得超负荷 只要尽力去做 这个时候的行运 就有机会去冲出一个 很不错的成绩 整体行运来看呢 9月下旬啊 这个行运会更好 16日水泥结束之后呢 可能会在折腾几天 处理一些卡脖子的问题 比如说细节的问题 分派的问题啊 那么22日到24日以后 将彻底告别这种迷茫啊 停滞啊 缓慢的生活 冲破阻力 成为焦点人物 所做的工作和成绩 有机会在各类的场合 获得满堂彩啊 天秤座平时的个性 其实不太争先的 但是呢 9月到10月 你们会很积极的 去争取主导权和话语权 因为这个时候 你们很清楚 机会来自自己的争取 就会比以前更高调 而且这个时候不争取 你们会感觉 会被别人反噬 所以会给人一种 你们又回来了感觉 那么天秤座过去 准备酝酿很久的计划和任务 这个时候也会对外展示 当然工作当中 也难免有一些小人 以及暗桃花 这点是需要警惕的 应对方法来看 可以多为自己做一些说明啊 所有的往来沟通 尽量留下记录 那爱情人际方面呢 单身的天秤座 喜欢自己的人不少 形形色色的人当中 藏着自己的桃花 但是要认清 有一些桃花 这个时候是来吸自己的财 和事业能量的 那这种最好要远离 多跟明面上的人交往 就是身份能够上得了台面的 此时呢 面对爱情不会妥协 喜欢就会去追 不喜欢也会躲 有伴侣的天秤座 在关系里会较强势 指挥欲比较高 有的时候和伴侣家人 沟通的时候 还是需要注意一下 讲话的语气的 可能会有家人 较大的牵动你们的心思啊 暗中会有所担忧和牵挂 那这种牵挂 等到十月初就会放下了 财运方面呢 天秤座的财其实金额不大 就是比较零碎 可能这里那里都需要支出 不过你们花的心甘情愿 都是为了某种效果的成见 或者是确保什么东西 外幕医师是出于希望能够更好 更不出错的一个心理 进账方面 天秤座有机会受到礼品 或者是一种奖励啊 或者会因为自己不经意间的善意 而获得某种意外的回馈 这个月财方面 需要依靠和他人的合作和捆绑 这也是天秤座擅长的 比如说拉到资金赞助赠予业绩等等 财运整体呢 他对圈子就能够活力 他做圈子就容易受损 所以天秤座要辨别 有没有人会把自己拖下水 那么就去少接触啊 如果发现对方发展不错 那就赶紧加入 美容的话 这个月不是很建议啊 天秤座等下个月再安排会更好 那就祝所有天秤座水泥退散 9月翻身座主大棒一彩 好运啦 我是艾达范老师 用星座和心理学一起更好的把握生活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天秤座现在心静不下来 受到各种传言啊 新闻啊 还是差的影响 在这个时候 手呼吸火星进入到12宫 天蝎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 泛小人或者无能为力的感觉 所以呢 我感 Què烦就像我一样的感觉 而且是一样的感觉 因为蜂穴舟 每一样的感觉 我们下来的感觉 这一样的感觉 Zither Harp 那天蝎座跟他们接触久了呢 自己的思维也会被开拓起来 以前会以自己的方式去管理 去学 去工作 那现在会换一种思维 脑筋想法有机会通过跟他人一些群体 更广的一个链接而发生变化 那读书的天蝎座呢 应该有很多的任务要追赶 近期需要提起精神 否则下旬23日24日以后再做的话 你们的思想负担会更重 效率会更慢 所以不要以水逆为借口 上旬四日守护心冰王心出困难下位之后 就可以开始同步的把所有的科目都做起来 所有的知识都学起来 做事不能够有先后 区别的去对待 要同时的去进行 同时的去推进 要不然差的会更差 等到后面就更没有时间去复旧了 那职场当中呢 当下其实有很多的事情 天蝎座还是不太能够去想明白 看得清楚形式的 也看不出端倪和鸟头 所以需要延迟满足 这个时候要有点牺牲奉献精神 有点道义道德感 就是说这些工作呢 不是纯粹为了利益或者前途而做 而是为了某种信念 某种热忱而去付出 那这样的话 天蝎座工作会更有动力 也更容易出沉寂 机会能往往来自暗尊和他人 介绍邀请 而非你们主动去争取的 那么爱情人际方面也是如此 主动出击往往效果难以言明 也容易烂桃花缠身 看人是很不准 相反呢 别人主动找来的一些相亲约会 告白的机会 会是天蝎座可把握的 可能会有长辈领导 或者是中介平台等 帮天蝎座这个时候介绍对象 而且对方条件很不错 比自己喜欢的要靠谱很多 尽管呢不一定来电 但是当个朋友也是没坏处的 所以天蝎座可以好好的把握 有伴女的天蝎座呢 随意在十一公会吵架是肯定的 但是尽量不要断脸 一旦断了呢 这次就很不好弄啊 只能找身边的朋友 去帮忙缓和牵线 同时烂桃花 这个时候要小心 他们来搅和天蝎座原本的关系 如果有些暗中的情人 容易只包不住活 其实不论是感情还是事业 天蝎座九月都需要修心 修自己 这是能够帮助你们去度过危机 抵挡外遇的入侵 然后去面对各种变化的 一个很好的方法 你们就可以去持续收好的能量进来 把坏的能量去屏蔽掉 因此呢美容这个月也是强烈 不建议的啊 适合内修而非外修啊 那财运方面呢 星星四日在施工顺勤之后 会有新的机会进来 已经会影响到天蝎座的正才收益了 只是那个影响可能不在当下显现 就是你们先要把这个合作 这个客户先谈下来 或者说先接触上 然后在后面 他们会给你们带来收益 而且是源源不断的收益 因此呢九月先攒人 先拉人啊 同时你们应该暗暗 在心中有一个计划 把这个计划花时间 花精力做出来 等到时机一到 哗一发布啊 你们攒的人气 都会变现成天蝎座的收益 所以呢更放松的去做 给自己时间啊 不要觉得说近期的一些努力 近期联系的人都没用 其实有用的 你们这个时候宣传 宣传的宣传 就有一天他就会来找你们说 哎这个东西你们是不是卖的 就类似于这种 那近期你们也要注意一下 熬夜啊 睡不着啊 可能甚至会比较累 或者是精神累啊 那这个时候要劳逸结合 放下期待才能放手一步 那要祝所有停歇座水蜜蜜蜡赛 九夜日醒夜休 安然无恙 顺势而为 好运了 我是艾娜凡老师 用心做的心理学 一起更好地把握生活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室友座近期生活热闹了 不管喜不喜欢 都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 或者呢 被提出有点古怪的要求和邀约 让你们感觉 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怎么会让我做这个事情呢 所以人际关系肯定是很活络的 弄得好的话 室友座会借此开阔眼界 九月四日精心在九宫的顺行 也会给你们带来读书啊 阅读啊 上课啊 旅游啊方面的好运 那职场当中呢 也能够拓展社交圈客户圈 有机会开拓新的天地 切换到新的环境 或者以一种没有尝试过的方式做事 跨界转型 为新的目标奋斗 但同时呢 8月24日到9月15日有水溺 水溺是每年都会有三四次的 对室友座来说 这次是溺在了你们的时工 所以8月中旬到9月中旬 都需要注意人际矛盾 搞得不好的话就容易得罪人 特别是领导父母长辈 或者受到某种政策条例的管制和打压 也可能被要求检讨 过去有哪些地方没有做到位 就可能会被人说 同时呢 所有的星座都需要去注意的 沟通交流 写座方面 电子设备 遗失损失 交通出行 物流运输 以及健康方面 特别是皮肤 骨骼 比如说臀骨 做骨神经丛这一块 还有喉咙头部等等 都是室友座需要注意的 当然9月还是有很多好消息的 事业读书方面呢 室友座今年已经在摸索一个新目标和工作了嘛 现在也有机会让你们试一试 9月这个行音就好像在说 室友座你既然这么想要试一下这条路 那就给你们机会 那室友座真的踏进去之后就发现 跟自己预设的不一样 怎么这个也要学也要记 那个事情也要让我做 一定会多出来一些 你们没有想到的职责和要求 这个呢会让你们有一些思想负担 也稍微有一点点为难情绪 可是这个运从成长进步的角度来看 很棒 室友座难得有这么还蛮心甘情愿去吃苦耐劳的时间 那背后的努力原因有很多情况啦 每一个室友座心盘不同 情况也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室友座已经在瓶颈和低谷了 不得不背水一战 也可能你们认为这个目标很有意义 值得付出 因为室友座近期贵人也很旺 有机会受到提携 会遇到很不错的 或者是业内名气挺高的一些机构啊 人物啊 他们可能认为你们过去的某些事情做得还不错 就提携指导你们啊 也可能会有一些offer给到你们 那室友座也会跟着增长很多的本领见识等等 不过不论基于哪种理由 室友座接下来都会面临高标准 高考核高难度的局面 可是你们攻克了下来 虽然它不会像你们预期的那么快速的发展 因为有难度嘛 可能当中也有很多的步骤 有很多繁琐的工作啊 作业训练要做 有点像是过关升级 得过一关升一级 再过一关再升一级 9月看不见尽头和结局 但是看得见希望和你的进步 所以呢尽管有水逆 但是是有做9月运程上升的事态 很适合新开始一个事情 新的工作 新的公司 新的课程 新的项目 新的身份啊 那另外呢职场的时候 需要避免开小差 这个时候你们会被盯住 所以呢尽量在工作当中 不要摸鱼 同时在应对上下关系的时候 某种权威人物的时候 都要小心一点 那工作读书呢 都要优先考虑完成度 再想着完成治疗 先确保有交付出去 再说提高治疗的事 那日水呢 在时工月初和月末之时天 知识吸收力比较好 中旬的时五十六日到二十一日左右 学的方面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眼高手低 因此这个时候很需要他下心 先学会走路 走路学会了之后 自然而然有一天就会跑了 所以要注重基础知识 爱情人这方面呢 前段时间看不开 放不下的人事关系 随着九月四日精心恢复顺行 社友座会逐渐看开 这一次呢 从七月末八月初开始呢 精力又连着水逆啊 让社友座在人际情感 这门课当中长大不少 这会带给你们触发新的恋情 新的人际的机会 特别是八月底 九月的中旬 十五日到十八日 以及月末 二十三二十四日到三十日左右 都容易有感情人际的一些新的变动 那桃花呢 有异地海外远程线上 或者是有较大的一个差异化的特点 那有办理的社友座呢 这个月很适合登记 订婚 半婚礼旅游 部分人则是在策划这些事情 出入朋友 一些集体活动的场合会多 比如说跟亲戚 父母啊 家人等等 见面联络的一些情况会比较多 整体发展呢 是成一个稳步向前的事态 但是前面说到了 水逆得罪人的问题 在情感关系当中也要注意 美容整体大方向是可以的 但是具体还是要以个人心盘为准 毕竟心作不对应个人 财运方面受到水逆影响 肯定是容易花财出去 不是破出去 就是有意义的花出去 好在社友座是有机会 花得很有意义 会花在跟教学 旅游 报刊杂志啊 等等这些 跟提升自我的方面 有关的一些事情上 那进账收益方面呢 明望星9月3日 已经出了你们的 正财工贵的一个困难效位了 所以业绩啊 生意啊 收入啊 一种不顺感会减少 虽然不说是财运的一个转好 但是美运逐渐走掉了 只是赚得还比较辛苦 或者是处在一个 等待量变 引起质变的过程 那又祝所有的社友座 水逆退散 9月赌十号学 成绩斐然 好运啦 我是艾达班老师 用星座的心理学 一起更好的把握生活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摩羯座今期 是有新环境要适宜呢 或者是在谋求 一种新的认同 也要跟某一些地位 比较高的人搞好关系 很明白得罪不起他们 或者呢 心里想要借他们的力 达到某种目的 尤其是像领导啊 老师啊 长辈啊 客户啊 合作方 平台方 资本方 高层 官家 政界 公务界 相关的一些权势人物 那事业读书方面呢 9月上旬 四日精心恢复了盛行 迷惘新出 困难相位 摩羯座身边 不公平 不公正 以及一些隐瞒的情形 会逐渐减少 面对的局面呢 虽然依然是攀比 对比不断的啊 但至少会公开化 对方会当面开出条件 或者是给出一个机会 比如说跟摩羯座说 我们希望你怎么样做 对你期望的KPI数值是多少 所以好消息是 暗地里的动作变少了 贵人运攀升 小人运减少 虽然说贵人很强势 但是也得笼络 但同时呢 8月24日到9月15日 水星是你现在 摩羯座的酒公 挑战呢 在于对方提出的 可能并非摩羯座 想做的一些方法 或者呢 是需要摩羯座破戒啊 放弃过去坚持的 一些原则和底线 所以呢 这个行李就是幸福 但是无法放肆的快乐 幸福是因为摩羯座 有很多跟像这种 读书啊 出书啊 发论文啊 上学啊 考证啊 参加各种会啊 接触外部的文化 比如说外语 外貌 出去外面看一看 尝试跨境 跨领域的一些缘分 有登上一个台阶 网上卖的一个机会 也有一定的观韵 但是同时为什么不快乐呢 因为可能会受到 这种认知的差异 文化的差异 地域行业 背景差异的冲击 要不然呢 就是摩羯座听不懂 要不然就是跟别人讲不通 做事的理念不同 让他们不要这样做 他们非得要这样做 或者是摩羯座的做法 别人不认同 就容易惹到摩羯座 怎么都觉得 有些别扭不舒服 当然这也会激起 摩羯座的一股斗志 就想着说我要做 就要跟别人不一样的 我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 我会证明我才是对的 才是更好的 所以呢工作读书 九月都呈现 比过往更高的一个斗志 更新的一个形象啊 对自己的想法很坚持 也要求自己 证明自己是更好的 会心中暗暗地和他人比肩 会起码有一个 你们想要打败 或者超过的对手 或者是有一个难关 有一个挺高的目标 而且不那么容易对付来 如果是对手的话 那对方真的是挺厉害的 比如对方可能 确实基础比你们好 学得久 或者是背景比你们强大 如果是难关的话 那确实想要攻克 就要网上再提一个水平档次 这样的话 薪资业绩成绩才能够提上去 因此呢 九月是需要摩羯座 自己卷自己的 自己给自己有一个新的规划 特别是下旬 十五十六日 随意结束开始 竞争啊 比拼啊 进步啊 提高的氛围很浓烈 摩羯座原本不是那种 非得要比别人好的性格 但是这次呢 因为关乎摩羯座的利益 关乎摩羯座的优势 关乎摩羯座的未来 所以不能够比别人差 九月到十月 基本都得要两头部 明面上得要应对得宜 就是明面的一些事情得做好 寻求博得瞩目的一些机会 这个时候不能掉以轻心 但是私底下呢 又得各种拼命的苦读苦练啊 完善自己的内核和内部 虽然比起上半年更轻松 但是摩羯座也会更有动力和目标感 那这个时候同时因为有水逆啊 水逆的影响从八月中旬就开始了 溺在了你们外出的工位 网络线上远程信号 还有沟通方面 所以呢摩羯座需要在这种交通出行 比如说受到某种管制限制 还有物流啊 电子设备啊 远程网络的大类啊 遗失损失啊 健康 特别是肠道腰腹 开始往下这些方面 都需要注意保护 那这个月很多摩羯座外出会增多 也要注意平安 因为水逆正好是溺在你们千一外出工 选场地的话 可以优先选本地的一些考场 那爱情人籍和财运方面呢 精心四日到五日 在情感工会顺行之后 和伴侣家人 暧昧对象之间的一些纠葛啊 误会啊 隐藏信息啊 会有希望真相大白 感情有一些新的动向和发展 一直到九日十日 都是适合去处理一些问题 以及告白的时间 中群呢 容易在此因为这种掌控不信任 财务方面的一些事情理念不合 可能会有一些月线的一些情况啊 分寸把握不好 那下群呢 单身的摩羯座 容易被某些诱惑所吸引 突然间对一些人事物上头有感觉 把持不住啊 凌肉也就是理智和情感有点分离 也可能是反过来 就是他人被摩羯座你们吸引 那不论是哪一种 如果没有做好脱单准备 或这个时候 其实并不想恋爱的摩羯座 都要小心这种吸引的一个安全方面 比如说职场的骚扰等等啊 那你就是外出装扮可以 稍微保守一些 那财运方面呢 要提醒一下摩羯座 你们正财偏财工都已经被引动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财的一个剧烈的动荡 意味着赚财的野心更加强烈 外界也可能会有一些应援给到你们 比如说父母或者是领导 或者是他人给到你们一笔支持的款 或者是直接给你们置办了很多的东西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有一些金主的一些机会 但是这个当中的往来也并非那么简单 一不小心也是容易出一些大问题的 所以这个时候获得财怎么用也是个关键 比如说款批给你们了 你们要用这笔款做什么 如果这个时候通过借贷 或者是他人的一些财来发展一些生意 发展一些项目的话 其实还是要考虑更长远的一个周期 会怎么样的 不能看着当下好 就很大刀破斧的做一些财务的处置 那从行运来看呢 寻心从八宫到十宫 这个时候财和大的一些事业方面呢 不适合自己做主 需要跟有经验的一些人 比如说父母前辈 或者是专家 有一定权威的人去探讨 会对你们更好 因为这个时候呢 摩羯座靠自己的话 方向不容易踩对 因为木星已经开始逆行了 听从意见才能够及时的扭过来 包括像结婚啦 还有房屋这种有关的 因为结婚是肯定会涉及到财务的 做一些大类的调整项目 当然了 星座不对应个人 具体的情况 还是要以个人心盘为准的 要谨慎一点 那就祝所有的摩羯座 水逆退散 九月雄心壮志 报复不凡 敢想敢做改拼 好运啦 我是艾达凡老师 用星座和心理学 一起更好的把握生活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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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自律 甚至有没有直面危机和挫败 那九月还有一个明显的改变 就是在人际 而且呢它会关联到水平座的财运 感情人际方面 尽管遇到的对象 还是不是那么好搞定的 一不小心财和资源 可能就被掳走了 或者说自己因此 有很大的一个急去 但是这个时候 有贵人的力量进来 也就是水平座可以去求助 这个贵人呢 你去主动问他 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做 就会帮到你们 但是如果你们不问 很可能对方就不会说 那九月四日精心顺行 十六日水星也顺行之后 水平座会越来越能够通过 跟他人的一对一的沟通交流 谈判和合作 而拿到更大的利益 拿到更多的收入 所以这个时候财 其实是有点要靠别人的 那这对部分的水平座呢 也意味着一个资金的回流 之前的投入 可能现在可以安基化 一步步收回来 上旬呢水星还在逆行 所以当中的一些困难和麻烦 还是需要留意一下 等到九月中旬以后 大财可以期待一下 或者你们开始在这个时候 有对赚财 有些新的想法 九月二十三日太阳换座之后 到十月可能就会去月月浴室 着面一些新的财路 或者是工作 九月所有的深入对话 都很重要 可以多记录一些要点 脱困和翻盘 都可能藏在水平座和他人的 对话记录里 只需要更留心一点观察 当然如果有讲座和课程 一定要听 不要犹豫 会对你们的下一步的财 和增收大有收益 会打破水平座的一个信息壁垒 建立新的眼界和认知 这些新的知识信息 就是水平座当下 以及未来的财富的一个基点 之前没有时间检查身体 或者是树类安排不上 这个时候能安排一个身体的检查 或者是树类了 听到一些新的 调理身体的方法等等 总之都是帮助自己的身体 更健康的方式 当然对于控制体重这个月 可能不是那么友好 需要水平座有更大的毅力 精神负担呢 也有望在九月下旬到十月 慢慢的卸下 其实是一个很长期的精神负担 在这个时候终于可以有一个卸力 更轻松的 更自由的去走去跑动 爱情方面 水平座此时内耗还蛮严重的 要么是根本没力气苦爱情 要么是面对比较虐心 严峻的一些感情状况 所谓分离焦虑啦 不论是刚离开一个人 或者是即将要离开一个人 由于群青会去巴工 都可能让水平座有些失落 还没缓身 不过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太久 四日到九日以后 就能够自己慢慢的去接受一些现实 开始适应新的场景 新的人界 生活慢慢回归正规 可能是通过工作 也可能是通过你们自己的心理爱 是自己的调节 不过仍然不能算是很稳定 要比较积极的走出来 差不多要等到九月十九日到二三日以后 给自己制定新的计划 新的目标就不会那么再纠结了 单身的水平座呢 四日之后桃花变好 有机会接触到新对象 如果能够多聊聊的话 还是有机会发展起来的 对方容易出现在跟旅游啊 旅途啊 网络远程啊 教学上课啊 文化知识等相关的场合 那有巴黎人水平座呢 近期这个家里的变化是蛮大的啊 上讯的水利不可避免 双方容易为财去争吵 或者是和对方不停的在算账啊 在计算 处理财务或者是家人健康房子 等相关的一些事 话题都是偏向于现实性的 那中许十五日到二十一日左右 家里或者公司里的事情比较多 容易有这种价值观引发的冲突 其实也是因为要顾的事情太多了 双方可以多一些体谅啊 那越过的那一周呢 一些关系的问题 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处理和应对啊 前面有一些事多忍耐会更好 因为说不通啊 平利那个时候也对不上 整体来看呢 那九月是水瓶座综合现有的资源 重新做出对未来更优更好的选择 和安排的一个时间很重要 而且这一步也非常非常的必要 如果你是深陷泥海的水瓶座 要相信 也许现在的阻碍对你另有深意 挖掘出那个深意深层次的景视 做出改变 新的未来即将来临 那又祝所有的水瓶座九月 铭记过去 板丝现状 展望未来 我是艾达范老师 用星座心理学 一起更好的规划生活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双鱼座九月的重点呢 在对外的人际沟通协作 以及考学方面 那么八月下旬呢 受到二十四日水瓶的影响 在刚才这些相关的 像考试啦 各类流程啦 未来的方向和场地啦 感情啦 人际关系啦 等等方面容易被波及 要注意避免跟人其争执和纠纷 款项也尽量多看几片 结算清楚 流程多明去 有些感受强烈的双鱼座 可能从八月中旬 就开始进入到水瓶节奏了 当然 所有人水瓶期间都需要注意的 像健康方面 还有交通出行 物流 电子产品等等 也是双鱼座需要注意的 不过这次水瓶也伴随着 一些新奇的一些变化 首先读书工作方面 随着八月二十八日 火星离开气功 二九日和九月五日呢 天皇星和木星分别 开始逆行之后 双鱼座有机会重新出发 有机会去重温 过去的一些知识和业务 但是这次呢 又会有一些新的知识和内容增加进来 使得不论是学生 还是工作的双鱼座 对知识业务的领悟 都会有一个攀升 也会暗下苦工 似乎有某种危机 或者是你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机遇 暗中敦促的双鱼座 要勤奋苦读 不一定是读书啊 而是一种知识信息的增长 拥有信息差 双鱼座其实现在走在 有机会踩到下一个时代风口的阶段 你们很清楚 拥有更多的学识和信息 对改变当下你们的命令和前途很关键 所以你们一直在想说 要往哪条 怎么去变 换去哪里 这个时候很多这方面的一些思考 那9月初4日到10日左右 就有机会可变 换工作啊 面试啊 调换到一个新的地方啊 身体状况得到调理和改善啊 或者是改变目前的一些方式 和渠道的一些机会 可以多跟人去聊一聊 多留心观察 因为贵人云这个时候已经起来了 说不定下一个交往对象 可能也藏在里面 14日到16日中旬以后呢 到21日期间 工作以及和他人的交往当中 容易感受到他人的一点压力和掌控 从而呢 让人双鱼座有些不开心 这个时候切记很固执的 跟对方正面掰扯具体的事情 可以借助第三方人物的一些形式 或者是转移话题去化解 化解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说 各方是否觉得对等 公平 合理 不亏 能不能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那么对方提出的条件 双鱼座是不是能够做到 这里呢 彼此其实都是有预期在的 将预期调和一致 就能够继续推进发展 下旬 9月末的这7天到10天左右的 双鱼座就需要面对很现实的结果 如果前面谈的好 这个期间就可能定下工作啊 合作啊 婚约啊 资金就正常到位啊 拿到款项啊 一切继续的可以进展 如果前面谈的不好 付出不到位 到这个时候事情可能就变得麻烦其手 需要花费更多去善后处理 因此尽管9月上旬有水逆 但是对双鱼座来说 我还是努力尽量在8月末9月上 多提高自己的效率 能够多做多学多聊就别耽误啊 对于读书来说 前面不掌握不完成 后面可能就更难 你们能够逃过一劫吗 后面还有更大任务等着你们呢 随海无雅古作周 书山有路情为敬 好吧双鱼座啊 换个思路想想 人生能这么沉浸是学 东西成长的一个时间不多 更何况双鱼座现在还是有伴的啊 不属于一个很艰难的去学的时候 适合你们读书用过的时间 是早晨的七八点 开始一直到下午的三四点 可以把重要的计划 安排在这个期间完成 财运方面呢 星星9月初在工作工顺行 也就是双鱼座正财变好的信号 有机会争取到 属于你们的财和合法权益 可以好好的把握这段时间 同时呢可以争取加薪或者是副业 双鱼座9月最大的改变 就是变得聪明了 情商变高 要财要的很有方法 比如说以前是嘴巴吃了亏啊 这次学乖了懂得三思而行 让别人更亲甘情愿的下单给财啊 花销也很用对地方 往往能够花在帮次经转区 更多收入的方面 比如说读书上课考证啊 学本试啊 还有买让自己身体变好的东西 小的特明白 以后不生病就是赚薄 所以财运不错 适合规划理财 通过深入的钻研 或者是和他人博弈啊 商讨获得收益 但是也有一个注意点 就是借贷奢账啊 不要去借 发柄的地方不要去 你们的守护心木海 日火呢9月23日进入八宫 要选实在的 踏实一点的路子会更好 爱情人这方面呢 日水都进入到七宫 人际工位 精心又恢复顺行了 双鱼座日常认识 接触有缘人的几率 自然就变高了 脱单之处上升 可以多多留意 有没有人给自己爱自动秋波 好话容易跟工作啊 健康日常的通勤范围有关 要是有个人 现在在双鱼座面前 平凡的谎 他一定喜欢你 从认识到彼此 有感觉发展会挺热烈的 如果这个时候不想谈恋爱 外出茁壮 反而要注意一些 不要引起一些误会 特别是晚上出日 也要注意安全 有关你的双鱼座一部分 可能刚结束一段恋情 还在用工作疗伤啊 那还在关系里的双鱼座呢 熬到9月4日5日以后 这段关系至少能够维持下去 阶段性分手的结呢 就算动过去了 就双方好好的去谈 下一步怎么做啊 也会有一些复联的机会 不过记住这个时候 因为水泥还没过 别来了一个沟通机会 然后又被搞砸了 避免因为自己的不安去追责对方 各管各事 各找各疤 这个时候是更理想的 等到下许水泥过后 再双方真诚深入的去交谈谈心 是更能够促进彼此 前段时间的一些矛盾分歧 去得到一个和解 或者找到切实可行的处理办法的 美容方面的水泥肯定是不能做了 那9月16日以后呢 大方向是可以调整的 当然星座不对一个人啊 具体的仍然以个人心盘为准 谨慎一点 前纸菜这个时候是可以成功的 靠前纸菜就可以微略的瘦下来 或者是吃食堂啊 按点吃食堂 双鱼座9月也是能瘦的 那祝所有的双鱼座9月 所有问题因人而解 所有关系合而不同 好运啦 我是艾卡范老师 用星座的心理学 一起更好的规划生活 我们下期见 拜拜